和橙子老师一起用黑黑噜噜学中文 第九课 我的身体 首先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一起来看一下这两个字 第一个 爱 第二个字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些 爸爸 妈妈 孩子 家 爱爸爸 爱妈妈 爱孩子 爱家 好爸爸 好妈妈 好孩子 复习完上节课的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生字 看视频 跟我一起读 你好 和我一起说中文吧 准备好 我们就开始啦 请跟我读 手 你真棒 再来一次 手 太棒了 手 手 头 头 好 好 请跟我读 足 你真棒 再来一遍 足 太棒了 看视频 跟我一起写 你好 和我一起说中文吧 准备好 我们就开始啦 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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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陶 陶 陶 請跟我寫 小朋友,想一想,你知道足还可以读做什么吗? 对,是脚,足就是脚 学会了今天的生字,让我们用学过的词和今天的生字一起来做组合练习吧 练习一,用我的,你的,他的,加上今天学会的生字 我的手,你的头,他的足,他的脚 练习二,用男人的,女人的,加上今天的生字 男人的手,女人的头,男人的足,女人的脚 最后,我们来看练习三 用爸爸的,妈妈的,孩子的,加上今天的生字 爸爸的手,妈妈的头,孩子的足,孩子的脚 和橙子老师一起完成了这些练习 那就快指指自己身体的这几个部位 把他们的名字说给爸爸妈妈听吧 别忘了,你也可以在黑黑碌碌的网站上 看有关这些关键词的动画片哦 看看动画片里的人物 他们是怎么形容自己身体部位的 今天的你都学会了吗?那我们下节课再见了